歡迎您收看 我是山又齊 民眾黨新竹市長 參選人高鴻安的爭議不斷 不只是資策會對於他引用的論文 有超過八成以上 都涉及了著作權的爭議 因此不排除提告 甚至高鴻安曾經說 我可是師大資訊教育系的榜首 難道這也是碰轟嗎 有網友去找出了當年的榜單 翻來翻去 看來看去 就是沒有高鴻安的名字 所以網友忍不住說阿朗咧 甚至有陳大的教授也質疑 說當年的榜單是按照地理位置在排的 那你高鴻安怎麼知道說你是榜首 難不成你每個同學都去問他的成績嗎 再加上高鴻安拿資色會的出差費出差 而且還全職全新 結果卻是去做他的博士論文 拿他的博士學位 而高鴻安竟然還敢自比前中研院院長翁啟惠 然後又被狠狠打臉嗎 不過高鴻安最近的連串爭議呢 讓他在這個網路的負面聲量飆高 甚至呢最新的這個民調呢 高鴻安的好感度在新竹市民的心中 也已經盡陪莫坐了嗎 哇那可是大危機啊 而至於這個講到危機 烏俄大戰呢 烏軍天天打勝仗 在俄羅斯境內呢 現在連習日普丁的支持者呢都受不了了 而面對呢現在在俄羅斯國內 這個鋪天蓋地而來的這個不滿聲 這個壓力到底會不會大到 讓普丁挺而走險 真的動用核武呢 好這個拜登呢就語出驚人的說 核子末日就要來臨啦 不過呢不要忘了 在烏俄大戰的前一個禮拜呢 拜登曾經精準的警告說俄羅斯真的要打烏克蘭呢 後來還真的打了 那這一次拜登提出了這個警告更恐怖了 可是世界各國呢 這一次真的不敢等閒是之 再加上呢 這個其實不只是歐洲 現在這樣的危機 也已經從東南亞一路延伸到東北亞 將來會不會波及到台海呢 現在外界都在密切的關注 而面對中俄加上北韓 這世界三大罪惡霸 那美國又要如何迎戰呢 好先為你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人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康仁俊 又齊老大好 社民黨台北市議員苗波亞 大家好 國民黨桃園市議員黃金平 又齊大平安 資深媒體人黃光琴 大晚 好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 Poverall呢在接受專訪的時候呢 他特別提到了台海情勢 他強調呢 如果中國想從海上封鎖台灣的話呢 那這個根本是吃人說夢 為什麼 因為美軍已經做好準備了 而且他信心滿滿的說 單靠美軍就可以突破這樣的封鎖了 不過呢 帕帕爾也講 美軍當然不會 這個只有這樣的自瞞而已 其實呢 他還有備案 這個備案呢 就是已經組成了一個超強防禦網 而當中呢 包括了日韓 甚至菲律賓 甚至在這個關島的美軍 都在其中嗎 任君 而且這一個月來 你會發現到美國官員 對於台海問題 他的語句 跟他用詞越來越強烈 而且越來越肯定 所以我就講美國過去在研判台海會不會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的想定其實是台海有可能會發生戰爭 但是現在美國的想定看起來已經變成是台海即將發生戰爭 即將 也就是他整個的力道跟他所謂的這個所謂的言語的強度 你會發現他越來越精準 沒錯 當然這個也是因為中國大陸不斷的 他透過很多的文宣 甚至透過很多實質的行動 告訴臺灣講說 你不要輕舉妄動 我會對你動武 比如說呢 這個央視 因為央視 他就是代表中國大陸的官方立場 10月5號的時候 他播出了一個強軍十年邁向戰略轉型的紀錄片 老實講光清這個名稱 你就知道他在做大內宣 告訴大家講說 你看我這十年裡面 我已經開始做戰略轉型 為什麼 因為早期 大家認為說中國大陸的這個解放軍 他基本上做他國土防衛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往外擴張 看起來在以前大家會覺得說 你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 他這個就告訴你講說 我不再只是地區性的戰術 我要往的戰略 就我的格局更大了 但問題是他在這個影片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 他用了很多飛彈發射的畫面 甚至用大閱兵 像什麼東風17 這一些的這個出 那大家就覺得說 你今天把這個武器 彈藥在那邊秀秀你的 muscle 對 你是針對臺灣嗎 因為老實講 那中國大陸到臺灣 他的距離真的很近 那你今天要把東風系列 你說把關島快遞 什麼都拿來打臺灣 老實講會不會有點大砲 然後打到小鳥去了 關島快遞都出來了 是 所以現在大家就覺得說 你今天這個校正的這個狀況 可能不是只針對臺灣 是不是叫給美國 甚至是其他的美國的盟邦來看 因為很特別的是央視 他也放了一個 他還又另外放了一個影片 他說我告訴你 中國大陸解放軍的空軍很厲害 他在空中遇到任何狀況 他都可以解決跟處理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他是一個轟6K的這個轟炸機的編隊 那以轟炸機編隊來講 你就會發現他是一架轟炸機 會旁邊會搭配的這個 他的這個戰鬥機 但問題是他在這影片 他就跟你講說 你看現在畫面上面 他說我們曾經在飛行的過程當中 遇到外國的飛機 我老實講 為什麼特別講外國的飛機 你哪一國你就給人家弄 而且大家眼尖的時候 還發現到說他們在這個 講到說有外國的飛機接近 他的時候 還把人家那個飛機上面的 那個國旗塗裝給碼掉 變得白色變得麻麻 霧霧的這樣子 那他以他的這個 當時節目的講法是說 我告訴你 我們在飛行的過程當中 有這個外國的不明的飛機 進入到這個接近 他的這個邊那個邊隊附近 而且還不懷好意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他講說你那個 他那個飛機下面都掛載了 這個所謂的彈藥 所以他是全武裝上去 他說我告訴你 那個飛機飛到我旁邊的時候 他還幹嘛你知道嗎 故意撤了一下 還撤了一下給你看 為什麼你知道 告訴你我肌腹下面有東西 那這看起來就是一個 很挑釁的一個行為 包含美國CIA的局長 這個伯恩斯 他也講說 美國已經做好了 針對臺灣 中共可能封鎖臺灣的部署 而且他的講的意思是什麼 他說透過這些放話 透過美國的回憶 希望能夠讓習近平的攻臺野心冷靜下來 我講說這種外交辭令上面 你要就是保護保持一個模糊的空間 很少會斬釘截鐵的講說 習近平的攻臺野心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一開始講說 美國現在對臺海之間的狀況 他已經把它調整成為 他還即將發生戰爭 當然這個對我們來講 大家都會講到 那國軍怎麼辦 這幾天很特別 因為國防部長邱國正 他到立法院去了 對於最近這一段時間 共機不斷在ADIZ的西南方 還有他試圖去突破這個海峽中線 邱國正講了一句 兩岸海峽中線的默契 其實已經被中共毀掉 已經被毀掉了 這個中線的默契 老實講當年畫這條中線 是希望臺灣的飛機不要過去 我們一直緊守著那個 我們不過去 但是等一下現在沒事一直過 那問題來了 某些程度上面是 老共的飛機 他不只飛過中線 你看這段時間還有包含無人機 包含到說 他是不是希望透過這個 所謂的洗腦的方式 讓你疲於奔命 結果邱國這講了一句 他說現在只要解放軍的航空器 跟航海器越界了 不等他是否有第一級 我就要把他擊毀 只要他越界 進入我們領空就把他擊毀 我老實講 製作單位很用心 越界這兩個字 要特別標起來 為什麼 越什麼界 結果邱國這講了一句 他說現在只要解放軍的航空器 跟航海器越界了 不等他是否有第一級 我就要把他擊毀 只要他越界 進入我們領空就把他擊毀 我老實講 製作單位很用心 越界這兩個字 要特別標起來 為什麼 越什麼界 我特別看到邱國正 他原先講法是說什麼 你知道 進入到領空或領海 但我真的必須講 如果我們的底線 是在領空跟領海 這件事情 才構成我要開火的條件 可能對於臺灣本土安全上面來講 我認為他需要討論 為什麼 因為領空跟領海的那個部分 就是我已經進到二十四海裡 已經進到非常近了 那如果以這麼近的距離 他如果今天真的要發動攻擊 我不太可能會在 我進入到我領空的位置 我才要去攻 我才要進行防守 所以這個我認為邱國正 其實在講的是 國軍不會主動去挑釁 但是你不要突破我的最後一條底線 所以我講就是說 當你今天如果把這個越界的界 把它定位在領空跟領海的話 我認為這就是已經把底線攤給人家看 可是對於臺灣民眾來講 我們大概沒辦法等到你已經逼近到 不然我就在你領空邊緣一直飛 那你也不能把它怎樣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覺得國防部未來 他勢必還是要有些調整 但是他的差別是第一級的這件事情 也就是邱國正其實在宣誓的是 不是等到你有實質發射飛彈 或者有實質攻擊的行為 而是你只要進入到我的領空裡面 我就開槍 我就開火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就是他也有一部分 當然我覺得對於這個 所謂的軍機來說 你如果今天真的到領空的這件事情 真的太慢 但是對於如果用無人機來洗腦的 這件事情 對啊軍機到底有沒有包括無人機 對 那這個就是國防部他現在來 不過我從上次這個金門的事件來說 就我們真的開始採取動作的時候 老共就縮回去 他不敢承認那是解放軍的 為什麼 因為第一級不是我說了算 而是我打出去之後 對方認不認為這是第一級 而且我告訴你我回應 老共你看到那一次 他就是說這不算第一級 為什麼你打的不是解放軍的 那是我民間的 所以我沒有認為 你是在對解放軍開火 所以我覺得兩岸就是這樣 有點像在跳炭狗 你知道你退他就進 這幾天大家看到說 國軍二十號的時候 在九棚基地展開實彈演訓 其中有一個東西三五快炮 被這兩天的時候被高度的討論 老實講以三五快炮來說 這已經是陣地防禦裡面的最後一段了 也就是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因為他其實打的就是這個子彈 不是飛彈 也不是炮彈 只是比較差大的差別是 因為大家講說這個三五快炮 這一次他會打 這個空炸子母彈 我大概介紹一下 我們過去在這個所謂的三五快炮裡面 因為你都子彈大顆 我認為他是一個近端防禦 所以你現在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他跟一般的子彈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以前我們在擊毀空中的 這個所謂的飛行物的方式 都是我直接打造你 把你打一個洞 把你給打換 對 那以這一個我們講 Ahead的這個炮 這個飛彈 這個炮彈來說 他其實是這樣 他的底部有一個延遲隱性 所以我可以先在地面向先設定我的高度 我在什麼地方要引爆這一顆智慧彈 那我引爆的時候 事實上你剛剛在畫面 你現在看到有沒有 他是不是有一個像散狀的一個東西 他就是我在那個高空引爆完了之後 在我的這個彈裡面有152顆彈珠 還有152顆彈珠 所以我炸開之後 因為他這個子彈打出去會旋轉 所以當他旋轉的時候 你就看到彈珠撒出去的時候 就變成是有沒有 你就看到他就變成一個彈幕 對 他用彈幕去擊毀 所以他的概念是這樣 我打出去完了之後 不再只是一顆一顆一顆打 等於從點變面了啦 就是我打一顆是打一坨上去 那就是你可以設定他 就設定他我在一個高度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 你再回想一下 我們以前看那個老電影有沒有 那個打上去的時候 敵機在空中飛 打上去突然砰砰砰 有火花 對不對 有旁邊在那邊爆炸 其實原理很像 其實原理很像 那只是以35快炮來講 因為他最大的這個射擊的距離 是在11公里 然後有效的距離在4公里 最大有效的射高大概在8500公尺左右 所以這個其實也對於我們所謂近戰來講 就近身的防衛來說 他其實還是有一定的威懾效果 為什麼你知道之所以稱為快爆 快炮 快炮 一分鐘一千一百發 一分鐘就一千一百發 那每一發裡面有 如果有一百五十二顆 我算數不是很好 大家有空自己算一下 怎麼打出去的一分鐘 所撒出來的彈幕到底有多大 所以你看美國軟的來 硬的來 搭配臺灣在這邊 大家成為什麼你知道遠中近的 這樣的一個防禦的這個狀況 因應的都是什麼 美國的研判 臺海不是有可能發生戰爭 而是即將要發生戰爭 不過不只是軍事 美國對中共現在也發動了 全面的這個晶片大戰 不但祭出越來越嚴厲的制裁 而且還要聯合盟國 大家共同來防堵這個中國的 這個半導體 所以習近平前一陣子不是高喊嗎 說中國的晶片要自製 結果果然現在就被抓包 華為在背後搞小動作嗎 因為華為不但在海外繞了一大圈 過於在海外繞一大圈之後 去買這個半導體的設備 偷偷買當然 而另外甚至還有神秘的中國企業 現在也在幫華為 躲避美國的制裁嗎 就請教博亞了 這樣子的話 華為不會死得更快嗎 是 這個軍事 其實是政治外交跟經濟的延伸 國力的延伸 中國其實在這個習近平上臺之後 一直不斷地走這種窮兵獨舞路線 然後包括說剛才其實其他來賓有講 這種所謂的這個大秀肌肉 這些央視製作這些小粉紅 最愛看的節目 秀東風二十六導彈 然後還有包括說什麼 激勵大學生從軍 只要入伍就獎一萬人民幣 入伍就獎勵一萬人民幣 而且還是有按學歷之分 你有看到這個學歷的歧視相當嚴重 如果你只有專科畢業 你入伍只有五千 但是你大學以上畢業 你入伍就有一萬 所以在這個中國的這樣子招收 這個人民去當這個解放軍 然後又秀肌肉 這個狀態之下 其他國家當然更防備 剛才又齊有提到說 這個世界有美國帶頭聯合 其他盟國 是不是對於中國的軍事科技發展 現在已經有防備呢 最好一個例子 無人機 大家都知道 其實中國的無人機技術 在世界其實現在確實是領導品牌 過去在俄烏戰爭的時候 其實也看過 其實不管是烏克蘭 還是俄羅斯 很多時候使用的無人機 其實都是中國研發出來的品牌 不過你也知道像這個大疆 這個科技公司 所做的這個無人機 之前在俄烏戰爭的時候 就曾經有被發現過 被俄羅斯 作為這樣子的一個戰爭的工具 而且他的這個站台 還留有後門 像這樣的情況 所以說現在這個美國 又提出了最新一波的 這所謂的貿易黑名單裡面 就包括這無人機的龍頭廠 大疆也被列入去裡面去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實在中國 沒有所謂真正的民營企業 就算你外殼上是一個民營企業 實際上中共還是可以控制你 所以無人機 尤其是這種所謂 掛著非軍用無人機 是民用商用的這種旗幟 其實經常拿來 被中國作為軍事用途 因為看到之前 我們這個外島離島的守軍 看到無人機的時候 其實老共就用這樣子包裝說 我這是非軍事使用 飛過來 作為這種灰色地帶 灰色地帶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挑釁的手段 所以美國現在也當然發現了這個 那他領導了這一些所謂的盟國 所謂的廠商去做這個貿易黑名單跟制裁 確實對中國造成影響 像之前大家記不記得 2019年的時候 美國公布一波貿易黑名單裡面 包括華為 所以當時有人用一個名詞 說叫卡脖子 對中國的晶片產業發展 卡脖子了 那你卡脖子2019到現在過兩三年 效果如何 哇成效相當驚人 中國在今年的一月到八月 總共有三千四百七十家晶片廠倒閉 一月到八月今年而已喔 就有三千四百多家晶片廠倒閉囉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中國先前他是採用一種所謂舉國制 就是中國共產黨拿了一根旗子說 要發展晶片業 所以就鼓勵啊到處去這個設晶片廠啊 裡面當然良幼不齊嘛 有好的廠商也有那種只是想要來騙錢的 所以發展到現在 前幾年註冊的晶片公司 竟然有二十幾萬家 二十幾萬家 就是說奇怪這個國家 好像以前毛澤東有大煉鋼對不對 現在習近平家大煉鋼啦 發展二十幾萬家之後 到現在其實有成果的 真的沒有多少 包括什麼 包括連做晶片業 自己的從業人員都看不下去了 福建三五微電子董事長要鍾琳 他最近就講了 這些晶片公司 最後有五種死法了 那更不用說過去呢 被國際上視為一個很重要的制裁目標 這個華為 現在當然也感受到這種所謂的 被列入這個黑名單之後 各種的科技啊非常難取得 被卡脖子怎麼辦呢 現在他們又出一招啦 透過呢這種所謂的白手套 來取得關鍵技術 像最近就有發現 華為呢他們又出一招啦 他們跟一家新創公司叫彭欣維合作 那這家新創公司有什麼值得好合作的地方 因為呢他是做一個晶片開發的相關的事業 那他以這個彭欣維的這個名義在外面的時候 他可以跟很多的其他國家的公司合作 取得關鍵的技術 然後大家不知道原來他背後就是華為的時候 他取得這些技術就可以再移轉給華為 所以這是最近被揭露開來說 其實這家彭欣維的公司的背後啊 是華為的重要人士 才建立起了這相關的連結 所以你看這件事情 就是華為必須要批上一個新創公司的外衣 在世界上面行走來取得這關鍵技術 這也顯示了中國的晶片業 其實在現在確實在2019年 美國提出這些制裁之後 到現在受了很大的影響 而且在全球景觀之下 他跟著無所遁形 而且不只晶片業啦 老實說其實以中國來講 因為這幾年來疫情的影響 習近平現在還堅持清零 之前大家還記得嗎 上海一個好好的城市 結果被習近平搞了半死不活的 也導致什麼 也導致中國的內需受到重創 然後中國現在本身的景氣 一直是不正的 一直是緊縮 連中國的房市啊也開始出現了很大危機 過去十年來中國的房市是快速的擴張了 那很多地方政府呢 大舉的去這個推去刺激這個房地產 結果現在房市要往下行 要緊縮之後回過頭來造成這些地方政府 也出現了財務的危機 因為你的你手中的房地產的這個價值 已經在減少 所以現在有一些中國地方政府啊 竟然推出舊房市各出其招 因為他不能再讓他手上的這些房產再往下跌了 他怎麼救 像山東省林醫師 他竟然推出一個叫人才住房政策 所購方案 你如果是碩博士的話 你最高可想三十五萬人民幣買房的補貼 買房是跟學歷有什麼關係啊 因為他就是因為總要有一個名目嘛 他就找了這個學歷當作一個名目說 哎呦我鼓勵啊這些優秀的人才來我這邊買房子 可是其實說實在的三十萬人民幣能買什麼房子 你說說他丟一筆錢給你之後是叫你拿更多的錢 要出來救山東的這樣子一個房市 那我們台灣現在看到了 不管中國的晶片業也好 他的房市也好 甚至中國的匯市啊 這個匯率人民幣啊 出現了這樣子這些流動性的危機 加上房地產的這些危機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應該要密切觀察 嚴正以待 因為這個當然泡沫一旦破掉 共產黨距離垮台可能就更進一步 但是這個會對周遭的地緣政治 以及對全球經濟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想我們也是要密切觀察的 好 另外來看到全球的極端氣候肆虐 哇 這個禮拜 世界各國傳出來的這個災難片段 實在是讓人看了這個觸目驚心 尤其呢這個就有請教這個學偉 其實看到這些畫面的時候 你真的會覺得 當這個大自然反撲 要來跟你索命的時候 人類太渺小 真的逃都逃不掉啊 在大自然面前人類真的要謙卑 因為大自然的力量真的不是人類 你說今天科技多麼的發達對不對 面對這些大自然的話 人類就跟融蟻一樣 那個生命不只 而且你看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在印度 西孟加拉幫舉行一個 那個杜爾加女神像 他們那個神像完成之後 要有一個禁禮儀式 就把它趴在河裡面對不對 那個宗教活動的話 印度教的人非常虔誠啊 動不動的上百人上千人 來參加這個活動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活動進行大概一半 你有沒有看到 山洪爆發啊 真的是山洪爆發啊 對啊 而且這個山洪爆發的話 很誇張的是 他們其實及早就抽到通知 告訴你說山洪被爆發喔 你看所有的人講說 我再等一下等一下好了 因為沒看到嘛 沒看到水 對 哪知道說一下子那個水 一來的時候 你那時候要窗簧跑的話 都來不及 根本來不及跑啊 現場就有三四十個人 馬上就被衝到河裡面 對啊 河裡面好多人喔 對 所以他們後來就開始在急救 已經事先通知了 還有三四十個人被衝到河裡面 你就知道 這個山洪來得多危急你知道嗎 而且現在這個在河裡面 你連游泳都沒辦法 那個山洪這麼大的話 你怎麼來得及游泳 後來大家就開始搶救你知道嗎 不過 所幸要搶救 搶救了七十幾個人上來對不對 那可是最後還是不幸 最近有八個人被溺斃啦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美國 美國亞利桑那 前面我們之前不是講說 他有個颶風剛來襲嗎 對 那個颶風 現在造成的災難都還沒有平息 還在那個什麼修復家園對不對 對 可是最近亞利桑那又開始 真的是天色 你看到這個畫面有沒有 這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這個我們好像在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電影裡面有看過 那個是所謂的沙牆 就是引起一個沙塵暴 你看在半空中的話 你會看到一堵牆 那個其實都沙座的你知道嗎 好了 你看那個亞利桑那 現在遇到了這個龍捲風 這個沙塵暴 這個煙颱風剛過 突然間又來了一個沙塵暴 而且這個沙塵暴多誇張你知道嗎 這個沙塵暴是一來的時候 你根本整個那個他們的手藝 那個鳳凰城有沒有 根本說身所不見五指你知道嗎 真的 你看那個雲好可怕 這不是雲這是沙塵 這沙塵跟一座牆一樣對不對 好像魔鬼雲 一來的時候你看這整個路 你根本看不到嘛 那個車子開到那邊 馬上踩沙塵 燈都不見了 天都黑了 你身手不見五指 你就知道這個沙塵暴 有多麼的誇張對不對 而且在裡面真的沒辦法呼吸 對 幾乎整個那個環境 整個城市裡面 都被那個黃沙淹沒 你看我們那個標題說黃沙有沒有 大牆吃掉鳳凰城 真的是把它吃掉 為什麼 因為整個都市完全在黃沙裡面 一點東西都看不到 好 那你除了這個沙塵暴之外對不對 竟然還夾著什麼 冰雹耶 還有冰雹耶 對不對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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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冰雹的話 他們就覺得說 哎呀 這個會不會造成他們的房子啊 什麼東西抓災 你看那個冰雹下下來的時候 而且夾沙 狂風 暴雨 那真的很恐怖 那個冰雹造成的那個什麼 農作物啦 或者建築物的傷害 真的是不要小規 這個情況真的很嚴重 是冰雹耶 那除了這個冰雹之外 還有什麼 龍捲風 都在亞歷桑拿走啊 是不是世界末日一樣了 對 他們是講說 這個真的是末日情景 沙塵暴又冰雹 又龍捲風啊 對啊 我就跟你說 你看外面這裡風雨這麼大有沒有 現在又有這個龍捲風 這個龍捲風多誇張 就有人在哭訴啊 這種我一輩子弄的房子有沒有 他感覺到我那個房子 整棟都在移動 你看 沒有 整棟那個房子 果然被吹走了 你看 所以你看那個龍捲風 來的那種恐怖情景 那個只要有少過小道的地方 說真的是吹菇拉瘦 你說的東西再兼顧都沒有用 真的全部都會被摧毀掉 而且這個龍捲風好巨大喔 對 那個龍捲風 真的大到有點誇張 所以真的不要開玩笑 好啦 那我們再講回來了 其實美國這幾年真的 像加州野火什麼東西 真的是天災很多 那就是極端氣候的一個反撲 對不對 那你看我們看回來 這個野火 加州野火前幾年 1999年不是 加州的那個野火一直在燒 每年幾乎都在燒對不對 可是那一年很恐怖 很誇張的一件事情 就是1999年這個加州野火 突然這個野火被熄滅之後 消防隊員在清理火場 他竟然看到說 有一棵松樹上面 竟然掛著一個人你知道嗎 樹上掛著一個人 而且倒掛著了 那個人竟然插在松樹丁頭 大家就覺得很誇張對不對 怎麼怎麼 沒台沒事 那個大火怎麼 這個人會被插在上面對不對 後來他們就去調查 調查不看不調查則宜喔 一調查更恐怖 你知道這個插在上面 這個人有沒有 他竟然全身穿著 那個潛水衣跟潛水裝 連他們那個什麼呼吸面罩 全部都一應俱全 氧氣瓶全都背好好的 可是不是森林大火嗎 對啊 你森林大火 怎麼會過程庫 潛水裝備都 怎麼會全身穿潛水裝備 被插在樹上 所以我就跟你說 人衰真的有時候喝水 都會去嗆到 都會塞牙縫 你知道為什麼 後來查了身份之後 這個你知道 這個死亡的這個人 他的名字是什麼昆丁 那個阿南德斯 他本來是佛州的 一個地產開發商 還是個地產開發商 他很喜歡去潛水 你知道嗎 他已經有500多次的潛水記錄 幾乎所有的美國東西 兩岸的地方 潛水的地方 他都去潛過 那你知道嗎 這個火警發生那一天 當時他正在 那個太平洋潛水 在加州那個地方潛水 那潛水的時候 他還跟他老婆約好 就跟他講說 我現在在潛水 快中午吃飯了 我們中午要不要一起吃個飯這樣 他說一好 他老婆就去到現場 他說他看到他老公就在海裡面 他們兩個人還互相揮手致意 還互相揮手致意 揮手揮完之後 那個老公就還在那邊飄 準備要把那些裝備卸下來 忽然來一台這種直升機 你看 為什麼這個直升機在幹什麼 因為那個剛才不是講說 加州野火嘛對不對 那火太大 你消防車什麼東西 灌水線弄來不及救不了 所以他們就緊急呼叫這個直升機來 這個直升機要怎樣 就拿那個巨大的水桶有沒有 去海裡面一搖水 直接去這個這個野火中心 把它從中間鋪 把火澆下去 對對看能不能澆息這樣 所以那個直升機來的時候 他們夫妻兩個招完手作 你就看到一台直升機 從天上下來 而且下來那個水桶 就直接丟下去你知道嗎 哪知道這個昆丁就是 因為那個水桶在擠水的過程中 一掉下去就拉起來嘛對不對 那昆丁就被那個巨大水桶 就衝到那個水桶裡面了 所以他把打鍋丁也撈起來了 撈起來之後他老婆看到 我們老公怎麼沒台沒錢 叫那隻直升機這樣勾起來 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感覺打電話去那個消防隊有沒有 就開始詢問求救啦 對不對說我老公 被你們那個直升機撈走了 那怎麼辦呢 後來他們還聽不懂 說為什麼會把你老公撈走 雙方都還在查證說 為什麼原因的時候有沒有 老公人呢 好不容易查清楚了 他們才講說發現說完蛋了 原來這個是救難直升機在撈水 要去救火 所以那個緊急要打那個電話 給那個直升機 說你顧到人了對不對 可是電話打過去的時候 那直升機已經飛到一個那個死角 信號死角 根本就沒有辦法接通啊 那怎麼辦 那只好那個 後來這個昆丁就在那個水桶裡面 他就跟著那些水就這樣 哇一倒就倒到那個 這個野火中心 難怪才會 他要從海裡面撈水去滅火 結果連昆丁一起倒到 他一直被撈起來就大到森林 所以才從天而降插在松樹上面 而且全身穿滿了潛水的裝備啊 所以你看有水啊 這真的是史上最衰死亡事件 所以後來他陪了那個 他的昆丁的老婆 一千七百多萬美金嘛 那可是他老婆說 你陪我這個有什麼用 這個死地也太慘了 對啊 實在太慘了 所以就跟你講說 實在是人倒霉的 喝水都塞牙瘋 而且搭起來剛好給他插在樹上 對啊 不插在樹上也被火燒死啊 真的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實在是有夠倒霉的 好啦 那我們講說 最近還有一件事情 也值得大家關注的 就是喜馬拉雅山的那個 陳列的雪崩 我們知道2014年 2015年連續在喜馬拉雅山 這個珠穆朗瑪峰這個地方 就是有很大的雪崩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雪崩 其實這個雪崩也很恐怖 你看我們那個看到有一些山友 就把當時那個雪崩的畫面 給拍下來 為什麼 這個連續雪崩你看 這個雪崩因為雪這樣一過來的話 那下面還有三十幾座帳篷 你知道嗎 那一堆人剛開始還在那邊拍照 還在那邊看 等他來的時候 你還跑都來不及 我跟你講 這個三十幾座帳篷 人家講說這都生死一瞬間 你如果沒走得快比較滅 你看真的一下子你就在裡面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雪崩 每次只要雪崩發生的話 造成的傷害都很大 那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剛才看到這個營帳被人家 營地被人家 一下子一瞬間被滅掉對不對 幸好這一次是沒有造成傷亡 可是其他地方的雪崩 因為最近的雪崩是接二連三 幾乎兩三天就來一次 現在已經造成包括那個登山學校 包括什麼學員教練 已經至少已經有十六個人死亡了 所以跟你講說這個雪崩 這樣接二連三來 那大家都覺得說很奇怪 你以前沒有發生這種雪崩對不對 到底原因是什麼 後來尼泊爾 剛剛舉就已經講了 他說因為這幾年 下雨很多 拼命下雨的話 你那個山地 那個雪就開始不穩定嘛 就不會結成冰塊 動不動他就會流下來 而且最近 像最近常常地震有沒有 包括2014 2015 那個就是因為尼泊爾大地震 還有大陸的地震造成那個山比較鬆動 所以才造成雪崩下來 所以你看這個雪崩真的是很恐怖 那可是說實話 朱木狼馬峰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雪崩是在第八高峰這個地方 那個那可是說實在 每年多少人要去登那個朱木狼馬峰 登山者是以爬上那個聖母峰有沒有 當作一生的直至對不對 因為我要自我超越那個征服嘛對不對 好那上去之後你看 現在他們就在講說 在朱木狼馬峰這一段 尤其在最後宮頂的那一段路 短短的幾百公尺對不對 裡面現在還有兩百多具屍體在那邊 所以他們很多人在爬山的過程之中 看著旁邊的屍體你往上爬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那個屍體你很難去處理 依照他們的規定是說 你這種登山死亡的話 你乾脆就就地就讓他死在那邊 或者甚至把他推到那個山谷裡面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覺得說 因為要證明說他已經死亡了 做這些DNA什麼東西的香驗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花了很多錢 其實我說實在爬山 我剛才不是講說要登十萬美金嗎 你如果把這個人抬下來的話 至少要五十萬美金起跳 抬下來還有五十萬美金 肢體又長命在這邊 連這個四個活的血巴人的話 也可能要葬身在喜馬拉雅山上面 好 無奧大戰 烏軍在取得重大進展 挺進了盧甘斯克 那算一算烏軍到目前為止 收復失土的面積已經超過了四百平方公里 看起來這收復失土的面積 還會在持續的擴大當中 那相較之下俄羅斯的這個軍隊 現在不但已經丟掉了利曼 這個交通重鎮 而且聲稱說我已經併吞了赫爾松 結果赫爾松原來俄軍是戰況吃緊 所以就請教他這個敬平 那現在對於這樣的戰果 俄羅斯內部連普丁 習近平的支持者都不滿 都起來大罵普丁了 所以看起來除了核武 普丁在戰壓力之下真的沒招了 又齊沒錯 現在俄軍的作戰一致 可以說是崩潰當中 偏偏烏軍又利用這個氣勢 他大舉的反攻 而且反攻他有主要的一個戰術 他可以導致這個俄軍 崩潰到荒不知所措的 這個不知道往哪裡逃 然後呢 烏軍就用切香腸的戰術 把這個俄軍一個一個各個擊破 很簡單的跟大家講 什麼叫切香腸的戰術 首先啊 拜登不是在這一場的這個俄烏戰事 尤其是最近已經在討論說 普丁到底會不會狗急跳牆出動核武 等一下跟大家講 拜登就說當普丁談到使用戰略核武 或生化武器的時候 並不是在開玩笑 不是在開玩笑 的確這會是普丁的選項之一 包括俄羅斯內部都有分成鷹派跟鴿派 鷹派就是核武用下去就對了 所以就對了 達不了全世界死光光 大家同歸於盡嘛 普丁到底會不會狗急跳牆出動核武 等一下跟大家講 拜登就說當普丁談到使用戰略核武 或生化武器的時候 並不是在開玩笑 不是在開玩笑 的確這會是普丁的選項之一 包括俄羅斯內部都有分成鷹派跟鴿派 鷹派就是核武用下去就對了 所以就對了 達不了全世界死光光 大家同歸於盡嘛 這個是非常瘋子 虧你的想法 另外一個鴿派的想法 就不要啦 我們的武器還有很多 可是俄羅斯武器真的很多嗎 你看他們的戰車 有些武器都已經丟虧器甲了 第一個 我剛剛說烏軍不是用這個反攻的戰術 然後再這樣切香腸 把這個俄軍打到虧不成軍 記不記得在9月這個9月份的時候呢 當時傳出來烏軍捷報 收復了烏東加上烏南 將近3000平方公里的這個土地 等於是台灣的這個十分之一 而為什麼他辦得到呢 首先當時他是把這個烏克蘭的第二大臣 哈爾克夫給拿下來了 然後拿下來之後呢 本來俄羅斯他想要守住烏東的頓巴斯克 頓巴斯的這個頓內斯克跟盧干斯克 還有烏南的赫松這幾個地方 結果沒有想到俄羅斯他才併吞了這個烏南赫松 烏軍不到一個禮拜 又陸陸續去奪回了超過400多平方公里 十月二號他就把利曼清空了 十月三號才一天喔 他又把這個赫松南部甚至打到北部了 直接把赫松的大部分區域又牢牢的抓住 赫松不是才這個攻投 俄軍撤動了攻投然後才加入說俄羅斯 要併入俄羅斯領土嗎 是啊 怎麼你攻投說要加入俄羅斯 大部分領土卻被烏軍奪回了 這在搞什麼 真的 俄軍這樣怎麼打 俄軍當然這樣不能打下去 他的部隊怎麼辦 知道投降了 所以你就看到 有一輛俄軍開的這個 BMP2的這個步兵戰鬥車 他在這個荒野中出現 這個時候你看 他在這個這個邊坡旁 全部都是烏軍 他們就很緊張開始警戒 可是你仔細看 BMP2的戰鬥車上面 綁著砲管有白色的旗子 怪白旗 那不是投降嗎 是啊 他們不是要來打仗的 是來投降的 有沒有搞錯啊 是來投降的啊 那這一群烏軍一開始出 滿頭黑龍問號 接著一個一個小心 提著槍然後靠近 然後這個BMP2的戰鬥車上的 俄軍就開始有兩個 就慢慢的跳下車 跳下車之後 接受烏軍的那個 提槍的士兵的指令 就趴在這個草原上 趴著草原是他不能拿著武器 然後你看手雙手要舉高 然後俄軍他就乖乖的趴在地上之後 烏軍就要去收身 收他的身 看他身上有沒有武器 比如說在他的右大腿摸到了一把槍 然後就趕快把它踢掉 再在左邊的口袋 又摸到了彈夾 再把他丟掉 讓這個俄軍沒有辦法持著武器 對烏軍反擊 然後再把他們兩隻手雙手防綁 防綁之後的 這是一般戰斧的這個SOP 所以你看到烏軍的標準動作很完整 他就把三名俄軍前後 總共三個士兵給俘虜了 那這一輛BMP2的俄軍 入軍的這個步兵戰鬥車 完全就可以繳獲了 這就變烏軍的裝備 又變烏軍裝備了 所以他連人帶車直接投降 那烏軍其實不只這個武器 他在使用這個對抗無人機的利器的時候 中國的無人機不是DGAI大疆 大疆無人機 對大疆無人機 他慈常去幫這個俄羅斯 讓俄羅斯進行戰場上的情報搜查 那可是你在這個俄羅斯的無人機 他用這個中國大疆無人機的時候 沒想到被烏軍拿走了 為什麼這麼輕而易舉 你看他突然降下來 好像乖乖的聽烏軍的話 原來你看這個烏軍的士兵旁邊 有一個武器 這麼一大管槍炮 這不是一般的槍喔 它是一個無人機干擾槍 這就是無人機干擾槍 EDM4S 它是無人機干擾槍 它就讓這個俄羅斯使用的 中國大疆無人機聽話的乖乖降落 然後他就輕而易舉稍微墊個腳 或者是手一台高 就可以把它拿下來了 完全就可以自己用了 也沒有傷到他 又賺到一台 對 那俄羅斯有這種很多台 聽說他們一天之內 可以碰到這種五六架 然後就直接拿來 一天內可以碰到五六架 你看十天就五六十架 你俄軍再盡量用嘛 真的很誇張 那其實烏軍也不是 沒有遭到俄軍的突襲 比如說有一段畫面 就是烏軍他在這個軍車 經過了一段路段的時候 突然遭到這個地雷伏擊 你看車上的這個烏軍士兵 立刻跳下車 大家提車槍 就跑到樹林裡面 找就地找隱蔽掩蔽 這個時候真的很重要 反應是快啊 零機那一兩秒之間 如果你反應不快的話 馬上就會被俄軍的這個 從樹林裡面的炮火 竄出來射到了你 所以你看他們趕快躲到低窪的地方 或者是躲到那個坡帶 有坡度的地方 然後找一些地勤做掩蔽 拿著這個排用或搬用的機槍 或他身上的這個步槍 直接對這個樹林傳來的這個槍炮聲 進行反擊 這個就是烏軍他下一秒 零機反應做了一個躲避動作 但俄軍呢其實不曉得他在守 他的這個防禦範圍在守什麼 有時候這個畫面有怪怪的 這個時候要打十八歲近看 那因為這個時候在屋頂上 有兩個人不知道在做怪怪的事 似乎是口部跟口部的連結 那結果沒想到 烏軍用無人機丟了這個炸彈 就直接丟下去 立馬把兩個人給炸飛 那兩個人正不是在做任務的束手 而是做愛做的事情 天啊 這個時候你還有心情在那邊 真的 二軍這個軍紀敗壞 所以你知道被打被爆活該 但是有些人就不應該了 因為戰場上還是要講究武德跟國際的公約 對 比如說在雜波羅勒 你明明已經宣布說 已經冰入俄羅斯的領土 你也讓他公投了 那你幹嘛發射七枚的火箭彈 去攻炸他的這個居民的住宅區呢 還攻炸住宅區 而且還造成了這個兩個女生死亡 嗯 住宅區造成老百姓就會無辜的死傷 對 這個時候就會遭到國際的譴責 這個是畫面中雜波羅勒才剛辦完公投 要決定要這個化歸俄羅斯的領土 俄羅斯不把自己的領土的人當人 一樣拿火箭彈去炸他們 所以這有沒有搞錯啊 但是這就是俄羅斯的本性 而俄羅斯不只如此 他其實要威脅這個北約各國 他就在這個十月五號昨天的時候 前天的時候 他就派了這個四架俄羅斯的這個戰機啊 闖入瑞典跟波蘭的領空 他其實在波羅的海在那邊 看北約各國在那邊軍演在幹嘛 結果他就故意飛掉了 飛到了這個波蘭跟瑞典的領空 這個時候義大利其實義大利的軍方 他們的這個實力也不弱 他們也很少說這個跟北約 在互相演習的時候 然後給挑釁俄羅斯 可是這時候義大利歐洲版的 這個歐洲颱風戰機啊 他就剛好在那邊軍演 軍演之後呢 他就出動了戰鬥機 義大利的空軍戰機 去攔截了那四架俄羅斯的戰機 把他們驅離 所以義大利空軍這個動作 也讓這個西方的觀察家叫好 認為說義大利這個時候 是讓俄羅斯踢到鐵板 因為義大利戰機緊急升空攔截的時候 把他趕走 俄羅斯的這個戰鬥機 他也不敢怎麼樣 也不敢去挑釁 你要如果跟這個歐洲颱風戰機的相比的話 俄羅斯的蘇凱系列戰機 不見得討得到便宜 尤其是義大利空軍的主力 就是歐洲颱風戰機 那麼普丁在這個空中吃鳖 海上他總能撐一下威風嗎 可以 就像我剛剛一開頭的時候 講拜登他說普丁 如果說要動用核武 並不是在開玩笑 因為在俄羅斯故意出動 他的最大盾位核潛艦 有人說是兩萬四千盾 也有一說記載是三萬盾左右 這麼大一艘的別爾戈羅德號 他突然出現了 在這個巴倫之海這個地方 就是俄羅斯北方的領土 西伯利亞再往北 幾乎已經是在北極圈內 在這個地方紅色的圈圈 他到了那邊去呢 他搭載了船上最害人聽聞的 這個海神號 也有人翻譯叫做波塞頓的末日魚雷 末日魚雷 這種魚雷呢 他雖然在這個 別爾戈羅德號的這個潛艦上面 只有六枚而已 可是每一枚都足以撼動 整個地理大災難 他在這個射程方面達到一萬公里 在水底下潛行發射的速度 是時速一百公里 比如說他在這個巴倫之海 這個地方 他如果靠近他的岸邊發射的時候呢 他整個在裡面產生的這個核爆 他本身是核彈頭 核爆他有大量的 孤五十九的這個元素 當他爆炸的時候 會形成大量的放射性孤六十 孤六十的話 幾乎會讓這邊的所有的海水 全部都受到污染 所有生物不可能存在於這個海水裡面 而且當他在靠近海岸 不要說靠近海岸一兩百公尺 一定的距離內爆炸之後 他可以產生487公尺高 將近五百米高的海嘯 當然啦我說狗急跳牆 但是難怪布丁啊 之前拜登不是說要發出他 對他的格殺令嗎 對要下令閃守他 我們上禮拜講過 趕快去除掉他吧 否則他哪一天真的跳牆的時候 不就地球人遭殃了嗎 不過不過大家呢 眼看著這個 慢慢要進入這個尾聲 現在呢大家就在講說呢 因為烏軍每天打勝 到底普丁最後呢 會不會這個放大絕 然後動用核武 可是呢萬萬沒想到 拜登語出驚人的說 這個核子末日就要來臨了 因為呢這個之前他也精準的 這個告訴泽倫斯基 大家還記得嗎 不是說這個一個禮拜以後 俄羅斯真的會打烏克蘭 當時大家還不信 結果真的打了 所以這一次拜登的提醒 讓大家心裡也很挫 尤其現在已經不只是歐洲大陸 就請教這個人據 包括了這個最近東北亞的情勢 也是瞬間升溫 所以你怎麼看現在 這樣的一個狀況 現在東北亞看起來 那真的也是兵兇戰危 其實美國在預判這個亞洲地區 如果發生動亂的時候 或者發生戰爭的時候 基本上他設定兩個國家 一個是中國大陸 一個是俄羅斯 也就兩方如果聯手起來的時候 其實對於美國來講 面對就不是一個國家 對一個國家的戰爭 而是會是兩個陣營的戰爭 但最近有一個國家動作很多 這個國家叫做北韓 因為這幾天大家一直聽到說 哇他又在發射飛彈 又在發射飛彈 六號早上的時候 他又再度發射了飛彈 而且在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你看他都是往這個日本上空打 或什麼 那最近因為發射飛彈 真的十二天打了六次的這個飛彈 讓大家真的覺得 你真的非常密集 為什麼 之前這個金正恩 還那時候那個美國 那個川普還在位的時候 有沒有 兩個不是槓來槓去的 感覺上好像最近沉疾了很多 已經還沒有在動作 沒想到最近居然是他執政以來 最密集的試射 那大家也會發現到說 不只是這樣試射 你連那個什麼 連那個飛彈 也都通過日本這個上空 所以大家就在看說 你北韓最近在幹嘛 那老實講 當你北韓開始射這個飛彈 或什麼的時候 我不認為他是真的要打日本 他基本上是威嚇給南韓看 因為兩韓到目前為止 還是有一些狀況 那韓國的背後 那老大哥當然是美國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你今天北韓發射飛彈 六號早上下午的時候 美國跟南韓立刻在南韓 東部的公安海域 實施反潛的這個演習 但重點是什麼你知道 你要敢演習是不是 OK啊 你知道嗎 北韓居然派了十二架的軍機 到這個所謂的 南韓軍方的特別監視區附近 去飛行 我們講什麼叫特別軍事區 你知道 就他有點那個概念 就有點像是我們這種 台海中線的概念 因為南北韓 基本上是國土交接 對 那這個交接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就有一段區域就是說 如果大家今天有點像是什麼 你知道共同警戒區的那個概念 你不要跨這條這個區域 就沒有想到 你北韓居然把十二架的飛機派過去 你知道南韓就直接派了什麼 你知道三十架的飛機 哇三十架然後北韓十二架 我們一般的說法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看到 一架不明飛行物 一架這個不明的飛機 意圖不明的時候 我會派兩架上去 那如果他派十二架 我連二十四架 但沒有我要告訴你說 我是有優勢的空中的這個武力 跟你講說你今天再囂張看看 對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大家都覺得說你兩方這樣子 這個軍力上面的這個比較 感覺上好像差很多 你知道 但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今天回來看 其實你北韓的這個戰績來說 北韓他基本上 你看他號稱空軍裝備有一千五百架 這個所謂的各式軍機 包含什麼戰鬥機多少多少 但問題是 北韓這些所謂的這個飛機 很多都是舊蘇聯時期所留下來給他的 所以我們說都老扣扣 KK的飛機 他本身並沒有國防自主 強大到說他可以坐飛機 所以他的空中戰力 雖然他號稱有這麼多的這個飛機 甚至你看他的轟炸機跟攻擊機 像這個什麼128 蘇2 蘇7 這個都老實講都是比較早 老老舊的 都很老的飛機 所以你即使你有跟這個俄羅斯買 或者是你這轟炸機 這些是舊蘇聯時期的 你有辦法跟南韓比嗎 以南韓來說 你會發現到 因為他都走美式的系統 這個我們真的很想要 F-35 對真的好想要 南韓其實人家有 那F-15你看他這個 像他這兩天出動有F-15K 你知道 他的F-15K 就是F-15的韓國版 所以後面加一個K 所以我們這次不是M1A2T T就是for台灣 用這個方面來看 那問題是南韓現在的空軍戰力 基本上都已經是第一組線了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就看得到說 你今天這樣子打過來打過去 打過來打過去 那你今天如果北韓 真的要發動攻擊的時候 南韓你擋得住嗎 先給大家介紹 這幾天其實有一個畫面 是講說他這個南韓 不是打了飛彈出去 然後那個飛彈沒多久就彈回來 就打到自己的 對就要在自己的基地 那有些人是講說 你這樣怎麼產生 我就講 我說這個軍事的裝備 老實講就是你有很多的狀況會出現 所以那個對南韓來講 當然是難看 可是你在畫面上面所看 事實上我剛剛講說 那個打回來那個是玄武2型 我們接下來跟大家介紹 是玄武5型你知道嗎 這個玄武5啊 他比較特別的是 其實以玄武系列來說 在過去所發展的這個飛彈 他都是什麼你叫 屬於叫做熱發射 熱發射 熱發射的意思就是說 我直接在這個載體裡面 我就點火直接飛上去了 可是以玄武5來講 他是所謂的冷發射 就你畫面上面所看到 他往上推進到 30公尺的高度之後 再另外點燃往上打 是因為他本身 可裝的這個彈頭來說 他可以裝8噸到9噸重 那裝了這個彈頭之後 如果裝到這麼重 300公里之外 可以打到地下100公尺左右 所以對於南韓來說 我今天用這個武器 我基本上是可以 打你的地下碉堡 所以現在我們就回到了這一個 看起來為什麼金正恩 現在最近又開始這個不安於世 動不動就要發射這樣子 抓狂了 看起來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其實扮演了非常大的一個角色 你知道 按照美國常駐聯合國的代表 叫做托馬斯格林菲爾德 他的說法是說 中俄其實竭盡全力 在為北韓挑釁的這件事情辯護 因為你只要一發射飛彈 我跟你講聯合國那邊 大概又開始 你北韓不要亂來 但是居然大家講說 你今天北韓如果再亂搞的話 說我制裁你喔 對中國跟俄羅斯跳出來講說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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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裁他 他們是那個安理會嘛 他只要否決了 基本上就否決掉 甚至還說你們之前長期 一直對這個北韓 有實施軍事上面的制裁 意思就是你今天買的東西 這個如果跟軍工產業有關的時候 我是禁止你買賣的 除非你是民生的東西 但你知道北韓經常就是會幹嘛 你知道假裝買民生 假裝買民生 拿去用軍用 裝到軍用的上面去 所以他們連這個中二還釋出 就一直說不行不行 要給他鬆綁你知道 所以是不是因為這樣 北韓就開始覺得 我自己是OK OK 那我們現在再回來看 其實老實講 北韓跟南韓兩方 你射飛彈我用飛機 這個其實這武力的對峙 其實他的情況 其實比台灣這邊 老實講 我們從上一次飛彈試射的時候 就發現到 我們其實也是緊張的 那這重點是什麼你知道 其實大家看的都是 美國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的立場會踩到怎麼樣 像南韓前陸軍軍事研究所的所長 叫韓雪 他就講說 北韓最近其實他的動作很怪 你不要以為他就沒事打打飛打 他說他經常都選在什麼 你知道第一個 雷根號到釜山 雷根號到釜山 所以他也敢 就我也來一下 賀錦麗訪問南韓的時候 我也來打一下 他也來 那美韓聯合軍演的時候 那更要來了 我也來打一下 那代表是什麼你知道 其實老實講 你跟日本這個叫一叫 跟南韓嗆聲 都不是北韓現在的目的 我北韓怎麼可以被你美國牽著走 你美國說不能打就不能打 我偏要打給你看 當然他背後應該是有人參與 但重點是什麼 他告訴大家講說 我北韓不跟你美國放在眼裡 那現在問題來了 你知道北韓對我來說 北韓最大的問題在哪裡你知道 因為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可能面對美國的時候 他要思考一下 我要打多凶 金正恩大概不思考的 他就直接打 他大概會覺得 他之所以狂的原因 是因為他真的敢打 而且他真的敢按 那現在問題來了 我覺得還是回到 美國在這些事情上面的態度 有一陣子 川普跟金正恩在談的時候 事實上雙方是有進入到 比較實質的談判 所以你看之前 川普一直罵金正恩 後來講說他也不容易 年紀基金掌管一個國家 有很多事情是要處理的 那現在金正恩 是不是透過想要這個方式 一個不把美國放在眼裡 第二個是不是透過這個方式 想說美國 再來跟我談一下吧 不要一直不看到我 你只看到別人 我是有飛彈的 我是敢打的 美國來跟我談一談 另外來看到的是 泰國昨天發生了 泰國史上 死傷最慘重的槍擊事件 這個槍手是一名被開除的 這個泰國的前警員 不過這個事情最令人髮指 而且讓人家看了心痛不捨的 在於他去殺戮的這個戰場 竟然是幼兒園 所以這一次這個死傷的幾乎 全部都是幼稚園的這個小朋友 所以就請教這個學偉 那個真的讓人看了覺得很不忍心 怎麼可能對那麼可愛小朋友下手 你知道昨天泰國發生這個 慘絕人寰的事件 到今天為止 泰國 不要叫泰國 全世界的人看到這條新聞 到目前為止都還不能相信 你知道嗎 真的看了好難過 你看被殺死的裡面 包括24個幼童有沒有 全部都是2歲到5歲的小孩子 2歲到5歲的小朋友 而且他們昨天晚上的那個畫面 更讓很多家屬 你看哭的實在是 哭天喊地 真的好難過 為什麼 那一具一具那個小棺材有沒有 被抬出來 很多家屬 家長還在等說 看會不會有奇蹟出現 我的小孩子 會不會是奇蹟套錯了 即使重傷也沒關係 對不對 可是真的大家都心碎了 因為抬出來 真的都是一具一具的小棺材 那就確定已經死亡了 好可憐 那我們就是不知道說現在 這個案件發生 到底是什麼原因 因為兇手他最後也自殺了 對不對 所以到底你要怎麼去查 到底你會犯下這種 這麼殘酷的殺戮 他們都很難講 我們再想回那個案子好了 這個案子 一個兇手是34歲的 前幾年 潘亞 潘亞 說實在 他就是怎樣 他去年是因為什麼 吸食安非他命 就安毒 就被抓到之後 他就開始被停止 停止之後 他就是要怎麼 在案發那一天 10月6號那天 他開了一個什麼 法庭指控他的一個 那個聽證會 就叫你來說明對不對 那到底要判罪還是怎麼樣 不知道 還沒有決定 可是你知道這個聽證會 一結束之後 這個潘亞 竟然回去拿一堆武器 從警局裡面拿了一堆武器跟槍 還有刀 就這樣衝到他那個托兒所 這個托兒所是什麼 是他兒子 小孩子在讀的托兒所 他一進去之後 就喊著他的兒子的名字 可沒找到人啊對不對 他就開始一進去之後 沒找到人之後 就從門口那些 因為那是午餐時間 有一些那個員工裡面 托兒所的那個老師幹什麼 就在門口在外面在吃飯嘛對不對 他一進去二話部說槍拔起來 就開始對著這些人 開始掃射 那掃射完之後 他又還一直喊著 他小孩的名字之後 就一直找 找不到之後 他就衝到那個小孩子聚集的 休息的那個 那個教室裡面有沒有 說實在他拿起來 對著這些小孩子 就一陣亂射了 我都不敢想要這樣 還有小孩子在哭喊的 竟然還拿刀 就直接把他砍死 你知道嗎 怎麼有這種人啊 所以人家就覺得說 很恐怖 你到底是怎樣 你要找你兒子是怎樣 為什麼 可是更誇張的是什麼 你知道這個朋友 很多那個 後來問了很多那個 學生學童的家長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他平常還是一個什麼 很謙卑有禮貌的人 他常常送小孩去 又托兒所都見過他的家長 家屬對不對 他們還會跟其他學童的家屬 打招呼 還會聊天幹什麼 還蠻健談的 一直都看不出來 對 他是一個殺人魔的樣子 可是後來很多 幸存的那個老師有沒有 就在描述的案發過程之中 說潘雅那時候 在殺人的時候 整個人都跟往常不大一樣 他說包括他的眼神 包括他的樣貌有沒有 變得很凶殘那個樣子 跟完全平常的人都不一樣 所以不知道是中了血 還是吃油要吃到爬帶去 這個也不知道 因為你看他這張照片 他抱著他小孩的時候 他笑起來真的是那個 爸爸的慈祥 怎麼會變這樣 對啊 而且你知道嗎 他在這個幼兒園裡面殺完之後 對 他再回去他家的過程 路途上 他沿路還是開槍 還是沿路殺 對啊 看到路上有人的話 他也是開槍對不對 那回到家之後 他就把他的車子燒毀之後 把他的妻兒一起 全部都給殺掉之後 他竟然還致敬了 所以我就跟你說 他致敬之後 人家就講說 總不會說因為只有 那個安堵對不對 吸死安堵之後 這個罪也沒有人 你就可以殺掉 這麼多人 尤其24名幼童 這個殘死 總共奪38命 還有10個人受傷 人家就覺得說 你真的是很誇張很誇張 有什麼事情 一定要幹一下 這種慘絕人寰的事情 對 好那我們看一下 其實歷史上 有很多這種無差別殺人的 最恐怖的還一件事情 就發生在1938年的日本 這個兇手是21歲的 那個督警暮凶 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個督警 其實兩個完全 人色完全一樣 後來那個日本 為了要追查說 整個這個 這個這個 金山滅村的這個案子 大屠殺這個案子 這個兇手 到底是什麼原因 他會犯下這種事情 他們就回去那個 那個原本那個 屠殺的那個村子裡面 找了當年姓存的 那個兩個老婆婆 現在都是老婆婆 就去訪問他們 他們的描述竟然是說 這個督警暮凶 平常也是什麼 溫文有理 平常還溫文有理 對 而且你知道嗎 他騎腳踏車看到人 都會打招呼 而且你知道嗎 他的國小老師竟然還講說 他的課業很良好 對不對 學習能力很強 以後還鼓勵他說 你長大之後 可不可以當一個老師 繼續教小孩這樣 可是這樣的人 你看後來也是成為 一個殺人魔 你知道嗎 好那我們就想回來說 他殺人的過程 他其實他從小 他父母是什麼 得了肺結核死掉 那個肺結核 在那個年代是絕症 所以他跟他姐姐兩個人 就跟著他祖母一起生活 祖母因為家裡有一塊 就是有田地 有什麼東西 家境還算蠻富裕的 就培養了 可是後來你知道嗎 這個小 這個督警暮凶 剛開始的時候 他的那個能力很強 因為他父母是 是那個什麼肺結核死掉的 所以他從小說真的 他也是體弱多病 後來讀了國小畢業之後 祖母就叫他不要去學校讀書 就在家裡面 他在家裡面就養成他孤僻的個性 當初還有他姐姐 可以兩個聊天或幹什麼 可是等他姐姐出嫁之後 他更把自己封閉起來 就鎖在家裡面 幾乎都跟外界隔絕 對不對 那可是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日本 有有一個很奇怪的一個 一個風俗習慣 叫做業者 這個習慣就是 我們知道那個業者 他其實那個語言發音 就是告訴你說 那個語言來源就是說 男性要追求女性 那其實就是在日本很多農村的地方的話 因為他們的觀念是說 這個村子裡面 只要是什麼年輕的女子 或者是那個寡婦 全部都是這些年輕男人 未婚的年輕男人 可以共同享有 是他們的東西 所以他們常常就晚上三天半夜 就會選擇那個女孩子 就溜到他家去 就跟他做那件事情 隔天再出來這樣 那個時候你看讀景慕雄 我剛才講說 他還沒有在跟人家被隔絕之前 他是一個溫文有理的人 而且人家看起來 你看那個長得也是很標誌 很憨厚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人家就覺得說 他那時候就很多女生 就跟他很好 他也蠻喜歡其中兩個女生的 那可是後來 因為他身體不健康 所以人家講說 為什麼他們講說他是肺結核 而且那個時候就講說 肺結核是遺傳 這個都警慕雄21歲了對不對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作 所以人家跟他栽結之後 搞到他發作 被傳染的都不知道 那個是絕症嘛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 有很多誤解 後來又講說 這個業者對不對 剛開始他是很受歡迎的 可是後來這個傳言 一出來之後 這些女孩子 就跟他慢慢疏離了 那更讓他血上加霜 跟他打擊更大的就是 當時不是有他增兵 因為日本那時候 有很多戰爭嘛對不對 對外戰爭的話 所以很多人到增兵 要去體檢 他竟然被判定什麼 兵種體格 就是那個體格 不可以最後的那種年 所以那時候人家就開始說 你看 那樣子看起來 還人模人樣的 其實體格這麼爛 因為那時候 日本是崇尚那什麼 體格健全強壯的男子對不對 所以這個虛有其表 所以後來大家都不理他 尤其那女孩子都 不想跟他在一起 而且更誇張 他喜歡的那兩個女孩子 還嫁給 嫁到外別的村子去 所以你看他就 在這些打擊之下 他就開始策劃說 我要把這些人全部幹掉 為什麼 這個社會都有不公平 對不對 你知道他怎麼準備殺人的嗎 他那時候殺人的話 除了準備槍枝跟刀蟹之外 你知道他還想說 我要把這個村子裡面的人 都殺掉 所以他竟然騎著假拉車 開始從村子的每一戶 有沒有 往外去騎 看他能夠時間要多久 所以他就規劃說 自己在幾個小時之內 在多短的時間之內 要把這些人全部殺掉 而且你知道他要作案之前 那一天 竟然跑去他們那個村子裡面 那個派電所有沒有 把那個電路全部都剪斷 所以造成那個停電 那時候大家覺得說 反正那個時候 日本人常打仗 物資缺乏 停電是常有的事 所以不以為意 哪知道到了凌晨開始之後 他就開始他的大屠殺行動 你知道嗎 他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他的祖母 拿斧頭把祖母的頭給砍下來 那砍下來之後 他後來的遺書是寫什麼 你知道嗎 他就講說 我要幹這些大案子的話 我如果不把祖母殺了以後 他所有的責難什麼東西 都歸坐他身上的話 祖母活著也不快樂 所以我就先把他殺掉 那接下來就開始 這個村子曾經數落過他的人 有沒有 他早就做好筆記了 就開始一戶一戶 因為他在凌晨的時候作案 而且又停電 什麼都看不到對不對 他自己帶著手電筒 他進去他只要確定 這個人的長相對不對 一喊 看到你的臉是你 他槍就拿起來開了 那開了旁邊有人的話 把他鐮刀拿起來就開始一個一個砍 對不對 開槍沒死的用鐮刀砍 所以你看他一戶一戶一戶這樣 幾乎是整個就是一夜之間 兩個多小時就開始圖村對不對 從後來統計 他大概那天蠶死的 在他手上的有三十幾個人 那只有幾個人 是因為當初沒有恥笑過他 沒有欺凌過他的人 他如果確定了之後 他就放你一碼 所以他那時候才有村子裡面 還有幸存者 可是你看一個兩個多小時之內 竟然殺了三十多個人 他最後知道他自己也逃不了 所以他跑到山上之後 寫下一堆遺書之後 他就開始致敬身亡 那遺書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不公的社會跟不實造謠 對不對 就是剛才我講的這些理由 這才會讓他犯假這個案 一個殘決人犯的案件 不過之前跟這個將軍聊天的時候 曾經聊到過說 將軍在這個軍中的時候 特別容易碰到一些這個奇奇怪怪的事情 甚至是好兄弟 連續租房子都碰得到 是 其實這是我離開軍中以後 間接遇到最可怕的一件事 因為大家知道 之前我在黨部工作 後來黨部叫我離開了 解了我的職 那可是我有很多的東西要搬 還有很多朋友要來拜訪 都總不能帶到家裡面 我就想說租一間辦公室 租一間辦公室能夠接待這些朋友 還有繼續推動了我一些網路的一些經營等等 那就開那辦公室很貴 在桃園隨便找一間一樓 可能一個月就要五萬到八萬 那真的太貴了 那我就到處去尋找 看看有沒有便宜的辦公室可以租給我 後來就在桃園某個路的二樓 七十幾坪二樓 然後有電梯一個月只要兩萬塊 這麼便宜 七十幾坪耶 七十幾坪超便宜的 超大一個月兩萬塊 桃園耶 還付車位 還付車位 那我就想這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太棒了 那我就跟我太太一起去看一看 然後約了這個房東 後來房東是一個老醫生 他是一個醫生 他就說我不出面租 我這個交代附近的一個陳先生來租 你們就聯絡陳先生好了 那我們就聯絡陳先生 陳先生一個大概七十歲不到一個老 一個老先生 他說你們要租來帶你上去看 那我們就跟著去 進去以後他有個電梯啊 那陳先生加上我加上我太太 我們三個人就進到那個電梯 我才一踏進去 那個電梯就超過重量 我說我們才三個人 怎麼會超過重量 他說你退出去 再進來一次 說不定秀斗了 我就退出去再進來一次 我說好 我說你們兩個坐 我爬到二樓而已嘛 我就爬樓梯到二樓 後來我爬樓梯比他們還快 我先到他們要出來 出來之後 我們就去看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是在走廊的最後一間 一個長廊左右都是辦公室 我們那是最後一間辦公室最大的一間七十幾坪 我就過去之後發現 這陳先生完全沒有帶鑰匙 直接推就開了 我說門不用鎖 他說鎖什麼 這又不會有人來這邊幹什麼 就是空的嘛 也沒什麼好偷的 你們就進去看 我們一推進去開始 我就發現我的頸尖脖子很緊 非常的緊 好像覺得背了千百隻手抓著 這種感覺很緊 那我覺得是不是前一天可能搬東西 搬得太累了 我也沒有多想 那個進去之後呢 我發現整個房子不知道多久沒有人用了 那個窗簾破爛不堪 破爛不堪 可是呢 我太太卻看得非常高興 她說 哇你看這個窗簾多棒啊 還可以繼續用耶 我就看看我太太 你是怎麼樣 就亂成這樣子了 然後那整個牆壁塗的漆都斑駁脫落了 我太太說你看這個油漆也蠻好的啊 連補都不用補就可以用了 我就覺得奇怪 我都不用怎麼回事啊 斑駁都發霉了耶 然後我再看看天花板更不得了 天花板都已經掉下來好幾片了 有一片看起來好像燒過燒焦的 我說這個房子我還沒開始講 我太說我們要不要就租了 天花板也很好啊 我看一看天花板都這樣還好啊 他這個你只要利用一點時間 我們家具啊 然後我們的辦公桌搬進來就可以營業了 就很好啊 然後最後更可怕來 我們到廁所去 進了廁所 發現廁所最後一間 有一坨燒完的炭在地上 燒完的炭 燒完的炭 對 我就我的 我的預感就告訴我 這不能住人 為什麼 因為這可能發生過事故 我太太就說你看廁所也很乾淨耶 我們就租了吧 我說怎麼回事 我說這個老婆啊 我們從常記憶好不好 我說我們先不要急 我們先出來再說 我們就退出了這間 這間房子的門口 就辦公室門口到門口去 一到門口 就有一個對面那間辦公室的 剛好開門出來 他說你們要租這間喔 我說沒有沒有 我們來看房子 他就說你們要租的話 自己注意一下啦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打算要搬家了 他是租我們對面那間的辦公室 他是一個電腦公司 他說我打算要搬家了 我說是房租太貴嗎還是幹嘛 他說不瞞你說啊 就在前天的晚上 我們的這個員工加班到晚上十二點 然後出來準備關門要下班的時候 就發現就在你們這間的門口 站著一個長頭髮的女生 對著我們員工搖手微笑 哇那我們那個員工心裡想 對面不是沒有人嗎 是空房子 怎麼會有人跟我微笑呢 他說想一想小姐們 也怎麼樣 我也跟他搖了搖手 一抬頭人不見了 一秒消失不見了 所以這個員工就覺得 欸這是鬼嗎 還是我看得不清楚 他就趕快跑到樓下去就下班了 隔天這個員工就發高燒 就沒有來上班 他就把這個事情跟他老闆講 他老闆一問之下 他們辦公室好幾個都看過 好多人其實都看過 而且還不只看到一個女的 有男的 有女的 有大人有小孩 每個人看到的人都不一樣 天啊 這時候他說你們如果要繼續租的話 你們看自己小心一點 反正我不租了 我要搬走了 那這個帶我們看房子的陳姓先生 就臉色就會很難看啊 我就說陳先生 我們先下樓好了 那我們就下樓 走進電梯也是一樣 我一進電梯 好下樓我用走的 到了電梯一樓以後 我們一出來 我們就在了 出了這個大樓的門口 我們就聊 我說陳先生 這房子是不是有問題啊 我覺得不舒服欸 他說這個話還沒講完 管理員衝出來 他說你們很奇怪欸 這個電梯明明就只能載六個人 你們偏偏就要第七個人要進去 所以電梯一直滴滴響 你們覺得不奇怪嗎 你們為什麼這麼懶惰不爬樓梯呢 我說等一下 我說先生 什麼叫七個人 我們才三個人進去 哪還得第七個人啊 才三個人變七個人 他就說你還沒有 就是你啊 你每次都最後一個進去 就滴滴在叫 你不要把電梯搞壞 你們要陪喔 我說你搞錯了 我們就只有三個人 我說你們電梯可能壞了 我一進去他就叫 他說來來來來 你來看你來看 看監視器 你們是不是七個人 我們一到監視器一看 真的說句實話 是管理員傻的 我也傻了 根本沒有七個人 就是我們三個人 那我就是進去又出來 我說你看就三個人吧 管理員說奇怪了 剛才我看的時候 就是七個人啊 有大人有小孩 加上你們啊 天啊 他說太你們這樣子喔 哎呀呀 他說好就不講 管理員就走掉了 那這時候這個陳先生就不騙了 他說不瞞你說啦 這間房子齁 十七年沒有人租了 十七年喔 十七年沒有人租了 空了十七年 那我說為什麼沒有人租呢 他說十七年前 他之前本來是住一個補習班 後來這個補習班 發生了一些狀況 有一個女生 女學生在廁所裡燒炭自殺 然後這個女學生的魂就沒有離開 然後因為屋主是醫生 這屋主不相信這一套 他說沒有什麼超度的 我才不超度呢 沒有凶宅的問題 那可是呢 後面來了很多人都遇到了怪事 都遇到這個女學生出來鬧 沒有人敢住在這邊 那我說那十七年 他說十七年都沒有租出去 那我說可是那對面的電腦 電腦行老闆說 電腦公司老闆說 他看到的不只是女生耶 還有小孩還有老人還有男生耶 他說其實這個 我們還以為已經解決了 想不到他都還留在這邊 就是因為十七年沒有人住 這個孤魂野鬼沒地方去 全部都到這邊來了 那是他們開發開趴休息的地方 開趴休息的地方 所以裡面的那個那個鬼不只一隻 所以那這樣的話 你們就不要租了 我也不建議你們租了 因為竟然這麼不乾淨 我以為說你是軍人 你是將軍進去可以正邪 我說我從進去開始 我全身就覺得不舒服 我就覺得好像全身很緊 千百隻手抓著我的肩膀 那種感覺 然後自此之後我們出來 就發現我們全身充滿了一種怪味 全身都是蟑螂的味道 我們才進去一下 全身都是那個蟑螂 好像是被一百隻蟲爬過身體 那種蟑螂的味道 回去洗澡洗了三遍還洗不掉 天啊 對那這一間房子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租出去 非常便宜 所以後來我就跟很多朋友講 如果你遇到那種租金非常便宜的房子 如果你要租請先問清楚 否則租約一打下去 不但是賠錢 而且你也不敢使用 而且夫人那時候覺得這個房子很漂亮 是不是被鬼遮掩 鬼遮掩 是被鬼遮掩 就是被鬼遮掩 他怎麼看都好 怎麼看都漂亮 這房子明明很漂亮 可是你看就破破爛爛 對可是我覺得這些鬼魂應該不希望我去租 因為他覺得我們這個軍人的殺氣太重 對他沒有辦法跟我們共同相處 所以就一直抓著我不讓我進去 那還好沒有租 租完如果真的租了 還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好另外來看年底的九合一大選 哇這個重中之重當然還是台北市 不過居然有一個縣市呢 現在比台北市更吸睛 而且都為了這個人 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呢這個新竹市的這個選情 居然呢這個Hangor這個台北市嗎 關鍵人物當然還是因為他高虹安的這個種種爭議 包括他出的這個書面試郭台銘 現在掀起了全台灣的這個閱讀熱潮 聽說台北市立圖書館的61個人排隊等著看這本書 真是太厲害了 而且呢這個他不是這個去參加了一個 這個直播節目嗎 結果他說我是受邀去的 那你受邀怎麼會頒發這個節目 感謝狀呢 結果呢高虹安說我是物質 而且呢這個 他的這個全職全新 還領了資側會的這個出差費 跑到這個美國去出差 結果呢根本就是在 拿他的這個博士學位 結果呢他居然還自比翁企會 這個比的又沒有道理 那服務處被檢舉入辦 他推給房東 然後呢現在更最新的就是呢 他說大家還記得嗎 他那時候這個不是講說我可是師大資訊系的榜首耶 結果呢現在呢這個網友的就是找當時的這個榜單 哪會沒看到高虹安的名 而且呢這個論文抄襲的風暴總共也提到了 資側會說呢他現在不排除要這個提告了 那昨天的民眾黨呢也很大陣仗的舉行了記者會 來立挺高虹安喔 炮轟的民進黨呢這個壓人取貢喔逼資側會 因為資側會前後這個被質疑說說法是不一樣大轉彎喔 所以呢這個民眾黨說 這個明明就是你們高層施壓逼資側會自打臉的 這個叫做黑道士的選舉喔 那柯文哲呢則是這個大酸喔 說最近民進黨好像放棄台北戰場啦 是怎麼樣現在好像放生陳時中了是不是 然後呢又酸呢民進黨全黨和這個國家去打高虹安一個人喔 可是呢我們來看到最妙的是呢 這個柯文哲跟民進黨記者會在這個炮轟民進黨 這都可以想的可以想見 國民黨欸國民黨在幹嘛 國民黨居然幹了一件事啊 這國民黨的這個桃園市議員這個參選人呢 竟然呢說要去幫這個高虹安告發 告發什麼事情呢 告發這位這個南宮大士喔 這個他據說是這個 桃園市長參選人鄭運鵬的這個親哥哥啦 因為他說高虹安插班北宇女這件事情好像不是啦 所以呢這個桃園市議員參選人林濤呢 就說呢他要去幫這個高虹安告發 可笑死人了 要告發也是民眾黨告發 到底幹國民黨什麼事 林根人都還在這個批評這個高虹安欸 所以你們到底是挺誰啊 然後呢所以林根人趕快跳出來講啊 我我我是國民黨唯一提名的新竹市長參選人 你們不要忘了我啊 好吧那你們如果忘了我 我還是只好一步一腳 因為繼續往前走 但是呢還好林根人現在呢 還有一個小靠山誰呢 那個男人據說呢 這個現在也拍了這個影片 來幫林根人家人 只是不知道有沒有用而已 所以就請教他光琴啦 光琴你怎麼看這個高虹安 最近這個連串的爭議的影響 另外還有國民黨欸 國民黨去幫高虹安告發 這什麼狀況啊 好先處理國民黨 你就看到不只是林濤 林濤是誰的子弟兵 朱立倫 林濤是誰的子弟兵 朱立倫 你看朱立倫是先開始幫高虹安所向 完全渾然忘我 忘了他們國民黨還要推出自己的候選人 那某有反律 反律陣營 勢必總有一個人要當選嘛 他可能會在技術上面 說我們當選幾級幾級 可能也 苗栗也會 可能萬一中東景當選 也會把他算到他們的頭上 所以朱立倫在不知不覺當中 開始某種程度 是幫高虹安輔選 完全把林根人撂在一旁 難怪林根人也講說 我在這裡 我是國民黨唯一的候選參選人 你知道嗎 林根人自己被人家檢舉說論文事件 然後論文有問題 結果咧 每次高虹安有難 他就在旁邊踹一腳 踹高虹安 所以就是正常 假設是綠營丟出來的 那林根人也很奇怪 他現在跟綠營聯手嗎 在踹高虹安嗎 那就是次要敵人結合 打擊主要敵人嘛 你就知道那個民調 就是民調值得參考的 所以高虹安幾次 他越居黨首的時候 越居第一名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現在 大家在打什麼陣仗 我覺得這第一個 那國民黨自己 你們是難不成 要你的選民 你的支持者 是要看你們 然後做動作嗎 你們是在發動氣保嗎 我請教 這是為了我們最後 最後十天我們看 那時候不能公布民調 你們自己看著辦 那第二個就是高虹安本身 那我是說高虹安 他歷來沒有選舉過 他是不分區嘛對不對 分配席次的 他可能對這個政治環境 他還沒有習慣 那正當這個時候 那綠營出招了 綠營出招可想而知嘛 就是說一定是 沈慧宏他的狀況不如預期 我們可能這樣講 那他打呢 到底像凝聚基本盤 僅此而已 還說要把高虹安打下來 高虹安打下來 那林跟仁那怎麼辦呢 那他要打的策略 一定是要把高虹安打下來 那我們沈慧宏要上去嘛 對不對 這樣才有意義嘛 可是呢現在打 你慢慢他都一直在 像變形蟲一樣一直在轉 那偏偏你知道 側翼出手也很重 其實綠營的側翼 除了跟那個主播道歉 在北部啊 在台北市這一帳一樣 像打高虹安打岔 打岔 岔出去也打錯了 這個事件 在他們民進黨自己的群組裡面 出現不同的意見 有人就想說這樣打 有沒有 像尤其嘉義像那些政要 他們就是覺得這樣打好不好 就像他們那時候看到陳時中 發生那個免事馬桶 偷窺那個事件 他說那個嘉義相信都在問說 怎麼會這樣 所以他們內部有不同的意見 認為這樣打 你又打歪了 譬如說你去打他什麼 是不是北一女的 你是擦班的 你符合資格 是你母親在某個學校任職的關係 把你硬勢這樣插進去 也在質疑他高中的這個正當 指學歷的正當性 資格的正當性 那就奇怪了 大家不是都不重視學歷嗎 而且在那個潛破蛋 把我們這種夜間部 因為高虹安事件 我們神話的我們好偉大 就說我們都是半工半讀的 怎樣 我們真的很努力啊 像黃光晴 你看他現在在社會上 多麼那個 然後那個民財說 高虹安你別忘了 面對你那個主持人黃光晴 他就是夜間部的 哎呦我就 我說大學聯考落榜的 我是落榜的 我沒考取的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不是不重視學歷嗎 你打他說 你為什麼要騎市夜間部的學歷 前一波不是這樣打 可是現在又去計較人家 北一女 還是不是打到歪到 打到說他是不是 北一女的越移旗隊裡面的隊員 還有他那個千里條條 一個同學在美國 還發臉書幫他作證 然後呢 他還去打到其他奇怪怪的 有一些這種歪打沒有鎮著的東西 我是覺得啦 大家也徹底檢視高虹安 是沒錯 而且用顯微鏡 你不要用放大鏡 你就用顯微鏡檢視 去弄到他有沒有那個 停車圍停 或者是造假說他什麼公益活動 臨時閃人 人家根本就沒有邀請他 那就高虹安就公布他的那個 Line的對話 那就這樣子一直打一直打 還用夾暴的方式 把已經 就是說未必那麼精準 那麼正確的東西 用夾暴這樣子 廣為發送 總和起來你會覺得說 為了一個選舉 打負面選舉 有必要打成這樣 打成人格毀滅戰嗎 我覺得會有這樣一個紀律印象 然後 他本來應該是被邊緣化的人 如果他選情不好的話 他被邊緣化 你這樣子不是把他打高了嗎 那他這樣越打越旺 而且現在選戰還有一個多月 後面其他人不會出來嗎 所以現在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這樣打 想把他打下來 另外一種說 你把他越打越高了 越打越旺了 把他氣勢越打越好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這次出招 連內部都有雜音 我不覺得說最後一個月 以沈惠宏那麼閒熟市政 那麼專業的一個技術官僚 而一直要被拖在 屬於高虹安的戰場裡面 去研究這些 他是哪一個學校畢業的 他是不是騎樂隊的 我覺得這種戰法可能 一時之間可能會鞏固基本盤 你看這個高傲 這個歧視我們 學歷沒他好 今天最新的不是 打他那個師大 他是不是綁手 我覺得高虹安要出來說清楚 這個檢視的過程當中 你曾經說過你是師大綁手 我也看到那個綁單 確實如果沒有你的名字 又是一個新的考題 你要來作答一下嘛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高虹安事件會不會有外溢效應 就是那個外溢效應說 有人講說你打高虹安 其實是打到陳時中 我就看到那篇評論 我想說這是什麼道理 他其實講的是一個外溢效應 周玉寇復出 周玉寇之前的現象 周玉寇再復出 周玉寇復出也在打高虹安 哇那個用詞把它比作林秉書 這over了嘛 高虹安再怎麼在你們眼裡不堪 他不是林秉書嘛 這打得太過度了 所以我是覺得這場選舉 看最後結果 那也是選民對選風一個認定 如果說這個人可惡 滿嘴謊言 你就投票 否定他 如果覺得你這個太過分了 那還是要重視 他能不能夠治理好新竹事 你就把支持者就把支持者 然後綠營要知道 如果高虹安這麼緋淚的話 我請教你林志堅 為什麼在同樣的一個新竹市選區 卻被你們推出來去輔選 沈慧紅還有這個正當性 而且後面還掛了一個招牌 上面寫了光榮城市 有什麼光榮的 一個標準你們看高虹安是這樣 林志堅抄兩本 兩個學校都撤銷他的論文了 已經判定他是大抄襲了 他在你們眼中 卻是光榮的 還推出來幫沈慧紅補選 到底誰聰明 到底誰笨蛋 我覺得我們選票開出來都知道 如果高虹安因為這樣打下去 那也沒話說 選民的決定 不過請到這個競評 你怎麼看這個高虹安相關的爭議 最好笑的是 民眾黨沒有幫高虹安去告發 幫高虹安告發的是國民黨 國民黨這方面這個朱立倫 還有這個什麼朱立倫林濤 這些人幫高虹安講話的同時 韓國瑜要去幫林根仁這個站台 還幫林根仁錄影片 國民黨現在是怎樣 現在是分裂了嗎 到底是要幫誰 怎麼搞不清楚啊 當然是幫林根仁 首先講林濤 他剛剛講說是這個朱立倫的子弟 並無誤嘛 但林濤他其實這一招 另類的一種違衛救灶 怎麼說呢 他去圍這個沈慧紅那邊 然後故意把民進黨的這個 鄭雲鵬的哥哥把他給揪出來 看似好像聲援高虹安其實不然 他其實就是把這個沈慧紅先來 因為高虹看起來 因為沈慧紅跟高虹安是彼此競爭的對手 因為鄭雲鵬的哥哥網軍 所以他就故意講鄭雲鵬的哥哥 扮演網軍的角色 然後這個去造謠高虹安怎麼樣怎麼樣 如何如何 你好像去幫高虹安解尾去打沈慧紅 他其實是在救鄭雲鵬的對手張善政 不是在呼籲國民黨支持者該氣寶了是吧 是要打這個鄭雲鵬 然後把鄭雲鵬跟他的哥哥那些 所以突然逼著鄭雲鵬去講說 我根本不在乎對手的怎麼樣怎麼樣 他個人的什麼什麼什麼一些私領域的問題 他就開始這樣講 他說我跟我哥哥就開始做一個切割 所以其實林濤他是河山打牛唯位就照 剛剛講到這個高虹安他在這個 用支撤會的這個公費出國 那你領的是支撤會的補助嘛 專案研究計畫為民意嘛 這也是被周刊和民進黨還有柯建民 老柯一直在追打他的嘛 我就給大家看 他在2011年到2017年這六年當中 你看短折七天第三個這個地方 2012年5月13號到5月20號 這第三籃 第三籃這邊他就有七天 長的話呢也有195天 在第七籃這邊 第七項195天 這麼多天的出國 他的一個請領出差 申請出差的一個到美國 辛辛納提大學 你說做研究也好 但是他也毫無疑問的是在那邊 攻讀博士嘛 這六年當中總共547天 這是加加起來1到10加起來547天 所以高宏安就必須對很多的年輕學子 尤其是在新竹市是全台灣最年輕的城市 也是全台灣最富有的城市 也是台灣中產階級人數最多的城市 相對的我認為新竹市中間選民最高 也不亞於這個台北市 那民進黨要打的就是這一群中間 中間選民和這個中產階級 和這些相對有剝奪感產生的一些年輕學子 我當年出國留學怎麼沒有像高宏安這樣子 懂得運用一些公家資源 或是運用像支撤會這樣的 辦官方的機構啊 我就算沒有考取公費留學 我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申請547天 六年來用這樣一個各種專案名義 去申請這樣的一個補助 我可以用這些補助 來補我在美國的一些生活費 雖然高宏安他有強調說 我在美國星星那提的這個大學念書的時候 念博士班 我的學費都是我自己出 這廢話嘛 你念大學你念博士班錢 當然讓你自己出啊 難道納稅人幫你出嗎 難不採還有支撤會幫你出啊 但是呢你在547天 請問你有沒有報差旅費 你有沒有報交通費 你有沒有報日資費 全新代值 所以啦 楊波亞議員都說全新代值 他都提醒了我是全新代值 那你有沒有日資費200塊美金 200塊美金就是一天8千多塊台幣 你有沒有領7-8千塊台幣有沒有領 有嘛 那如果我今天我是一個上班的公司的員工 我今天如果跟我的老闆講說 安經理對不起我要留職停薪 或者是我要在職進修 那你一定會說好啊 那你就第一個假單 或者是請假 或者是乾脆這個就辭職啊 這個就去念我的書對不對 你絕對不會讓我去參與 我的重要的公司的計畫 研究計畫 或是公司的一個重大的任務 你可能會找苗波亞 可能會找康仁俊 你就不會找我 因為我隨時這半年我不在啊 或者是我心有 不是心無旁駛 我是心有旁駛 心不在焉的 我可能要忙我的事情 你一定要叫我去忙我自己的事 不會把公司重要的專案交給我 但不是 高鴻安 他參與了支撤會 至少三項的專案 其中有一下是他的恩師李傑老師 裡面有一個系統 智慧型系統 IMS中心的維修計畫 那個專案就1000萬元的 這個台幣的這個補助 那 姑起來不算他的這個 有沒有協助計畫主持人 或是計畫研究助理 等等相關喊不當當的這個補助 光是這些 你的機票錢難道不用錢嗎 所以再加上今天當然了 民進黨我也不得不佩服 他們很會打選戰 所以老柯他們去調資料 去跟這個支撤會所知 然後也開始去找他 過去的臉書 就有一個史書華醫師 就去看到了他在臉書上 各種在2011年到2016 17年的 一些在美國 的確如同大家所說的 他在美國總要有生活嘛 可是當你在美國PO出來 比如說你在滑雪的時候 是在印第安納滑雪度假中心 你在美國的什麼 這個穗熊的沙丘 這樣一個著名的旅遊中心 去打卡的時候 每一張每一張的照片 記不記得高文安上個禮拜 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我在美國 雖然唸這個 心經納提大學博士班 很辛苦 但是我白天在上課 我晚上一樣工作到半夜 因為美國跟台灣有時差 美國的晚上就是台灣的白天 所以我會在美國 所以他的言下之意說 知冊會白天的工作 他完全沒有荒廢 沒有懈怠 在美國的晚上 他半夜一樣在工作 然後白天他又要去上課 但是你不要忘記了 就像剛剛柏亞醫院提醒我 知冊會你是全職全薪 你沒有留職停薪 你也沒有辭職 那不叫你工作 難道叫誰工作 那你的薪水要不要吐出來 所以這就是相對剝奪感 你在美國難道是害玩樂中嗎 我是用一個綜藝節目的名稱 故意去酸他 但是你是這個美國版的這個 美國玩很大 你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很多的年輕學子就會覺得 哎呀我當年念做師班 博士班去美國留學 美國留學博士班 我聽他們留學的 有留學經驗講 一兩年四五百萬跑不掉 如果像這五六年 沒有一千萬也要有七八百萬 誰的家庭那麼雄厚 所以當高宏安出現 這一連串的狀況的時候 也難怪會讓很多的民間 尤其是中間選民 還有一些 包括有曾經留學過的 高知識分子這些人 他會覺得說 哎呀你這樣是不是有工器 私用的問題 你這樣是不是有這個貪小便宜 然後會不會有這個夾帶 這樣的一個狀況 當然我不否認說 他出去玩 總要有他個人的這個生活空間 但你就離開支撤會 你就辭職 而不是用了支撤會資源 用好用滿之後 然後拿了支撤會的這些補助之後 然後再去做你美國 你要讀書又可以玩樂 又可以做這些享受的事情 我跟你講啦 如果高宏安今天是在民間企業 或者是他去鴻海 然後就一直在鴻海工作 這個時候沒有人 會去講他什麼 就只會講他厲害 你在這個民間企業的潜規則當中 你果然是做到這些 能夠把各項的資源 做到用好用滿 但你今天因為跳出來 選了公職了 人生非常的順遂 從這個自己 因為他自己 喜歡拿去炫耀 從北印尼 什麼樂儀騎隊 然後又再開始講師大的榜首 然後又現在 後來又去講說他支撤會怎麼樣 然後去美國 欣欣大體讀了博士班 然後又被人家發現 他在這個後來用的支撤會 後面的研究技術交流 民意跑去這個深圳龍華場 去跟郭台面試 所以才有那本書裡面 自己有提到 都露線了 大家就會講到說 其實高宏安你 你都是在用公家 用支撤會的資源啊 你今天跳出來選公職 選新竹市長 假如說將來你新竹市 如果他當新竹市長 有一個新竹市的公務員科長 或者是什麼專門委員 或者是哪一個公務員 他跑去用新竹市的公費名義 出國到哪裡申請 出差或補助的時候 他在那邊念書 然後新竹市政府不知道 你身為市長 你身為他的主長 會不會處分他 會不會很丟臉呢 所以我才覺得說 不要抗他人慈懷 做盡了這些事情 然後得了便宜還賣乖 不過就請教這個博亞了 其實這段時間 為什麼這個事情 一直延燒到今天 當然我覺得這個候選人 他本身的人設 還有誠信問題 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你 比方說 這次事情鬧到現在 是不是剛好自己本身的問題 也蠻大的 現在他掀起的那個閱讀熱潮 有沒有他出的那一本 面是郭台銘的這本書裡面 很多人都講 這已經不只是碰轟的問題了 你到底有沒有 在書裡面這個說謊的問題 然後另外就是 師大資訊系這個綁手這件事情 光潛也講說 說你確實有必要出來講嗎 因為這個涉及 有沒有說謊的問題嗎 那你到底憑什麼說 你是這個綁手 因為這個陳大教授已經講 那個時候是按照地區 在那個名字排名的嘛 所以你怎麼看這一些狀況 這樣講好了 其實選舉的時候 他選的不只是一個人的人格特質 當然還包括他的危機處理能力 跟抗壓性 剛才這個大家談到說 這個選舉當中 候選人要收到很多的檢驗 然後因為政黨政治 各政黨互相競爭的狀況下 你用多大的力道去檢驗別人 你就有可能收到多大的 別人多嚴格的檢驗嘛 這個是相對的 所以過去當然 藍營在質疑綠營候選人的時候 火力也是非常強 那回過頭來 綠營在檢驗藍營候選人的時候 當然也不可能說 都給你這樣子 托尼帶水的帶過去 那以高宏安這個案例來講 我是覺得 在很多時候他面對爭議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把自己看得太完美了 那這導致第二個問題 就是很容易截外生枝 像剛剛講的這個 師大資訊系綁手這件事情 其實本來沒有人在講 但是高宏安他開一個記者會 去講他自己的論文怎麼樣 本來解釋完就好了 但是他又多扯了一個說 他是北一女台大部獎 師大也是綁手進去 這個東西出來之後 人家就會問你說 是真的嗎 所以為什麼會有網友去查 這個2000年 2001年02年03年的 這個師大資訊的報紙上的綁單 然後就問他說 你不在這綁單上 那當然也有可能是申請或推真 那可是申請跟推真 有所謂綁手可言嗎 是啊 就會出現這些問題會出來 那你說這是枝枝結結的 這不重要 好或許言之成理 但是其實一開始 根本不需要有這個爭議的 如果高宏安他自己不要 拿了這個來墊高他自己的話 當然不會有這些對應的 像他提到這個匪陶匪 那一開始也沒有人去關注這個 但是一提出來之後 就有很多的這個支持高宏安的人 哇匪陶匪多麼多麼了不起啊 還嗆說你們民進黨哪一個有匪陶匪 後來林靜宜馬上跑出來說 欸他有欸 那這個等於是說 我相信啊 任何一個出來要選新竹市長的人 如果是真的優秀 一定希望大家關注在他的政見 跟政策和政績嘛 那今天高宏安深陷了這樣子 那麼多關於他個人的風暴的時候 我是強烈建議他 這個危機處理的部分 方向一定要調整 這個面試郭台銘也是過去 其實他不是新出的啦 出了好一段時間啦 當時其實是郭台銘要選總統的時候 高宏安來這個幫他出這本書 裡面來形容他 那那個時候沒有引起很多的討論 但是因為這個時候 這個作者高宏安要選新竹市長 大家就來看看說他以前寫過的著作 才發現說欸裡面描述的郭台銘 好像跟我們平常認識郭台銘不太一樣 不是不太一樣是天差地遠 我來看裡面有一個案例啦 他說郭台銘看牙不怕痛 然後呢曾經紅海某項產品測試生產階段的時候 郭台銘自己用自己的手指去測試 還被割傷先寫直流 這個看是我們就很驚訝啊 因為紅海這麼大的企業 他的管理應該是科學化 所有的產品測試應該是走所謂的國際標準 怎麼會還需要說郭台銘親自用他的人肉去測試說 這個會不會割到 這個跟郭台銘過去我們所想的這種 他非常的這個非常企業制度化的管理 非常科技化的管理的形象是完全背道而馳 大家就很懷疑說啊這本書裡面到底有多少成分 是誇釋的是碰轟的 連郭台銘都講說先展後奏要出這個書 要寫我也沒跟我講啊 所以在這個裡面你就知道 這又是一個節外生枝嘛 我們剛剛提到說高宏安是一個非常容易 節外生枝而且不是別人來發動看他 而是他自己拋出來的東西 然後最後焦點都模糊掉那甚至包括說 他這個論文的事件那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媒體他就有提出來 當時媒體在報導的時候說 是根據新興納提官網上面 講說對於學生抄襲的定義裡面有提到說 即使是用自己先前的著作講稿或創作 如果你還是照抄沒有修改 也沒有你的教授同意的話 那也屬於抄襲 當時媒體有把這個新興納提官網上面 這個列出來 但是高宏安他也是說 那他要去告 他要告這個媒體造謠 那這個最後告下來 結果真的是對他有利嗎 其實也是打一個問號嘛 所以我是認為說 當然民眾黨是一個新興政黨 這個新興政黨對於參與選舉 可能沒有太多的經驗 但是不要動輒 把這種選舉上面對候選人的檢驗 都當成說是國家機器 或者是鋪天蓋地對你追殺 不然的話我們節目現在在討論這個 難道也是在追殺某個特定候選人嗎 我認為不是這樣 你今天有了社會知名度 大家就會關注你就會檢驗你 那你面對到檢驗的時候 當然你自己先穩住正腳 你要去說明的時候 千萬不要再東拉西扯 一大堆不相干的東西 否則的話 否則的話 你一面又訴求說 大家要注意你的政見跟政績 另外一面又拋出這麼多這些 有的沒有的辨值 然後感謝狀你發的 你也說是物質 然後你還說 我就像汪啟慧一樣被迫害 那你這個人格特質 越來越呈現的時候 選民不就會覺得說 其實你真的是一個 這個看眼光看得很高 你也不想說 可是如果是運行 你還是那你就跟我 沒有分別的 再買幾乎 你是不是 你還沒有分別的 記者